如上所说 非理也行而后 再说出 真的是理也行 理应持大思为观今之智行 即理也行 观无两首经上讲的智行 智行念安慰陀佛一身 理也行 该临终清洁愈乎 耐神实现 故能顿舍万元 为体一念 顿舍万元就是彻底放下 为什么放下 他灵命重视 看到地狱 他不经不布 他立刻回头 一心成念 阿弥陀佛 求生解脱 他为体一念 念念念 立念念念是信 念念其真 念念是佛 这就是理也行 就是无助身险 就是无助身险 有没有念 有没有念 有念 念怎么样 念自己没有住相 也就是 自己念阿弥陀佛 这一句佛号里面 主要记住 念这句佛号里面 没有妄想 没有咱念 没有分别 没有止住 理念 就是理这四种念头 妄想 咱念 分别 止住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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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念 立念 于是怎么样 念念是信 念念都是 这个信就是自信 念念是真 真就是真书 念念是佛号 如是临终神念 却离也行 故得灭罪 往生 这个人往生到极乐时期 无量戒之前 一直到现在所造的这个业 不论是善业 卧业 统统没有的 那么这个人往生到极乐时期 他肯定是生世报专业的 为什么 离也行 那么这个人往生到极乐时期